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扎蓮斯基說我得到了美國 加拿大和德國的援助 我誓言一定要修復失地 那他是不是真的能夠修復得到呢 而另一方面 俄羅斯是不是一定會勢將大反擊呢 大家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 講國際 論盡香港 喂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喂 還有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like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全部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業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 國家 香港 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屈指一算 原來這個俄烏衝突 不覺不覺就已經半年了 六個月了 這場的衝突的話 令到很多的家人 或者很多的市民 就流離失所 在我們雖然說是很遠的地方 我們未必能夠看得到這個情況 但是從我們的電視機也好 報章也好 傳媒也好 不同的新聞也有說過這件事 首先和大家說說兩個所謂新的新聞 為什麼叫做新的新聞呢 第一就是說這個紮波羅熱的核電廠 有機會出現到另一個 赤爾諾貝爾核電廠的出現 是不是真的會導致核洩漏呢 俄羅斯就說是烏克蘭軍所造成的 烏克蘭就說是俄羅斯打回來的 這是第一個新聞 第二個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俄羅斯有一個專家 她的女兒被一個汽車炸彈安裝中 因此而鮮油 也有很多人說俄羅斯一定會大反擊的 那為什麼家偉突然說這兩件事呢 就是因為其實有看到我們論壯香港也好 很多不同的跡象也告訴大家 其實俄烏衝突尾水了 沒錯 紮波羅熱這個核電廠當中 有很多人都說受到很多炮彈的攻擊 俄羅斯就說是烏克蘭 烏克蘭就說是俄羅斯 家偉 究竟是誰打誰呢 我不是在現場的 所謂記者說她所說的一些話可否靠呢 我之前又說 不如想一下 現在在哪一個 是說駐守在那個地區先 駐守在那個地區的那個是誰呢 俄羅斯 而不是烏克蘭 如果大家明白到 你自己是說你打遊戲也好 或者你玩任何一個遊戲也好 你佔有了那個位置 我弄壞它裡面的器材有什麼好處 明白了嗎 我弄壞的核電廠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 我整群軍人都駐紮在這裡 好 這個是烏烈的東西 我先打爛它 你打爛了樓 還可以講一下 核電廠 誰打下去 那個都會死的 你夠膽打嗎 我純粹說這件事情出來 究竟你覺得是烏克蘭打還是俄羅斯打的話 你自己下面定論 我覺得可愛了一點 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新聞是什麼 俄羅斯有一個專家 他被一個汽車炸彈案所攻擊 而吳仲富居死了一個是他的女兒 也有說過現在助長了俄羅斯會繼續侵騙烏克蘭 這件事情我又怎麼看呢 首先很多傳媒不斷說 這個專家叫杜金 這是很厲害的 俄羅斯軍師來的 也是說普京是背後幕僚來的 你嚴重了烏克蘭 這次俄羅斯會繼續打你了 我看下去的話 我看不同的新聞 不同的新聞我歸一之下 其實這個所謂叫杜金的殖名 叫杜金的專家 是不是真的是普京的幕僚呢 我看就應該不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之前所說的那些政策等之類 是極端主義者來的 普京是 你看到他的東西好像很激 但是他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呢 對不起 他又不是啊 其實現在整個環境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我們要明白 究竟普京想怎樣 我們很多人會說 烏克蘭想俄羅斯怎樣 甚至很多人會說 俄羅斯要打的話當然要打整個烏克蘭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俄羅斯從頭到尾只想要一個溫水港 溫水港 他之前一早在2014年吞併了 八年前的事了 但是他發現不夠 他需要多一點的地方 所以就說烏東地區有兩個新的國家出現了 其實對俄羅斯來說 夠的了 我打這麼多來沒有用的 對不對 溫水港 我有了 第二件事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情出來呢 有很多的含意 第一 大家想一想 其實如果歷史上 應該這麼說 歷史是不會騙人的 大家想一下 俄羅斯從蘇聯解體之後出來的時候 大家知不知道當時俄羅斯 和美國的方向和關係是怎樣 是Fan我打Bang啊 俄羅斯離開了 解體了 蘇聯 他第一時間是和美國打電話握手聊天 希望加入歐盟 更加曾經想過可不可以加入北約 新曬橄欖枝 也說當時911的時間 拉登躲在阿富汗 俄羅斯是十分認同美國要報復 是支持美國要報復的 為什麼明明是一個這麼好的關係 會搞他這麼僵 沒辦法 是因為美國仍然用了以前冷戰的方式 去對付俄羅斯 那你是俄羅斯人可以怎樣做 你是普京人可以怎樣做 神經病 原來我怎樣都可以被人拒於門外 我當你打算跟你做朋友 你也不當我是朋友 仍然處處是要阻攔我的 那我怎麼辦 我就要走自己的方向 當你打算走自己的方向的時候 原來你歐洲所有的鄰居 聽了美國說 俄羅斯是壞人 就是制裁他 在這個俄烏衝突為什麼要出現 就是要告訴你鄰居 美國是指老虎 俄羅斯真的做了出來 這個俄烏衝突當中 歐洲很多所謂鄰居 全部聽了美國所說 制裁俄羅斯 那俄羅斯做的方法是怎樣 你制裁我 我就制裁你 你要天然氣 你要能源 我不讓能源來 近來都說 只是關了整個水喉 整個能源都不讓他 不是告訴你 你聽美國說有什麼用嗎 你看美國現在做什麼 他主動和我做交易 那大家就明白 你美國只有口罩而已 第二 跟鄰居說 你真的不能以為我是Lulu 你以為我這個北極熊 真的傻傻傻 以為我在海洋公園看公仔 我真的會動武的 我動武起來的時候 你整個歐洲加起來都不敢跟我打 為什麼 我抱著的是所有的天然氣資源 你是不是不要 第三 告訴烏克蘭 你中立就好了 如果當初好像剛剛解體的時候 其實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 是不差的 真心不差的 但是他誤信謠言 聽了美國人那一套 就開始糟糕了 什麼時候開始糟糕了 就是美國和烏克蘭簽了條約 就是說你肯放棄核武的話 我和英國人就會過來照顧你了 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第一時間 拍心口幫你 但是這個拍心口動作 就令到烏克蘭真的 說自己撒毀所有核武之後 你就去看 烏烏衝突的話 就正正告訴烏克蘭 英國人和美國人信不過 現在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是假的 不是啊 我家偉你的題目都說了 澤連司機很開心 拍爛手掌 就說你看看 現在美國也好 德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撐我牆啊 幫我手啊 我現在是修復室地 為什麼澤連司機會敢說這些話呢 他是不是真的 被估坐著腦袋 所以令到他想想一遍呢 其實不是的 是因為烏克蘭在昨天8月24日 就是他們的31週年的紀念 獨立紀念 那你想想你作為一個領袖 你當然要說一些話出來 去震懾人身 對不對 還有啊 現在烏克蘭人民 很多在罵著澤連司機 為什麼啊 因為原來澤連司機之前 接受一個傳媒訪問的時候 他對傳媒說 其實我澤連司機 早就知道俄羅斯會打來的 但是說我們為了 讓我們的觀眾 家庭 什麼什麼什麼 就不要這麼緊張 所以我選擇用盡一切的方法 嘗試跟俄羅斯去談 誰知道談不完 最後又開打了 其實本身是煽情地說 其實在這個衝突當中 烏克蘭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 但是不得要領 最後俄羅斯真的打了過來 但是在烏克蘭的國民的心目中 怎麼想呢 就是說 你知道嗎 原來你一早知道的 你不早說 如果你早說 烏東地區我先走了 我不用像現在這樣走爛 所以其實有很多烏克蘭的國民 是不喜歡澤連司機 還有是什麼呢 當現在兵方馬亂的情況之下 還要被人發現到 你去了美國那裡拍一輯 類似婚紗照的照片 那你說是否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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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軍事方面 哦 軍事方面 德國好像有幫助 是的 德國那裡 大家不用擔心 大家知道德國的好東西來的 德國幫我們 他會給三套防衛系統給我們 十套裝甲救護車 二十個火箭發射器 總之說無人機 什麼也都有 還有 加拿大都有幫手 加拿大的天然氣 之後就會經過德國 直接傳輸給我們烏克蘭 各位 鎮定點來 但是如果大家看清楚的話 其實所有事情是假的 美國也好 歐洲其他國家也好 其實所有人都覺得 你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阿斯基 你要搞的 行行行行行 沒有問題 我給你一些裝備 我繼續給你裝備 你不要再煩我了 其實這些裝備 你看清楚的話 你就會明白到 根本就是給烏克蘭 自己做回真真正正自己的軍備 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就是 我給你這些裝備 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不要再打了 你打下去沒有人了 沒有士兵了 我們不會再怎麼幫你的 給你一些規格 給你一些東西 OK 可以的 特別是美國 我特別多這些廢柴爛 我給你有什麼所謂 沒有問題 但是你記住要還錢 我給你不是代表不用還錢 德國給的東西更加明顯 我給你一些防空系統 給你 我給你一些裝甲救護車 給你 我給你一些火車發射器 給你做什麼 是給你顧本培園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烏克蘭 做好自己的軍備 這些軍人這麼糟糕 其實他們做的是這個 加拿大幫他們做什麼 你當加拿大是免費的嗎 善長人翁嗎 天然氣免費給他嗎 當然不是 本身以前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關係 都說自己有 便宜一點 你喜歡自己漏氣 什麼都好 自己拿去用 便宜一點 或者不斷收你的零頭 是嗎 但是現在你和俄羅斯關係這麼差 你要在德國拿一些加拿大的能源 加拿大的能源怎麼來呢 貨運旋運地去到德國 再由德國射給你 你以為真的不用錢嗎 要錢的 傻子 就是說 我幫你了 我制裁俄羅斯 但是我同一時間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沒有能源 我有能源 但是我還沒跟你說價錢而已 全世界就是這麼現實的 只有一個傻佬 澤連司機仍然覺得要打 修復失地 他說了很多次 他說要打到最後一兵一桌 但是其他國民怎麼樣 剛剛都說了 國民都開始不喜歡他 沒有人想打仗 俄羅斯是否真的會 至此一定要大反擊呢 又未必 為什麼呢 俄羅斯其實現在兵分幾路 在做很多事情 用不夠三分之一的軍力 去對烏克蘭 輕輕一隻手指彈指的能力 就已經搞到整個烏克蘭這樣了 另一方面 他也跟我們國家中華人運貢務國和印度 去做一個多方面的東方2022的軍演 他有時間有空間做軍演 還要再派多14艘航空母艦 直接炒下去韓國和日本的水域當中 就是告訴大家 告訴全世界 你不要小看我這隻不極凹 我未發惡 都已經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我明白的 我烏中特已經夠醜了 大家都已經知道所有事情了 我要做的事情 歐洲你知道吧 美國是垃圾來的 沒用的 我才是你的鄰居 你想怎麼做呢 再談生意吧 再談天然氣點買吧 扎蓮司機玩夠了 你扔牙籤出來 想著牙籤刺到我死了 傻了 我都說不夠了 你回家吧 有很多人就說 不是啊 你炸了你的軍師 軍師 不要玩啊 大哥 那個怎麼會是我的軍師 我的軍師這麼容易被你炸得到 還有 為什麼外國傳媒會說這個是軍師 就是要吹噓我俄羅斯 會再一次失控 傻了 我怎麼會失控呢 現在這一刻埋尾了 我想打什麼 我也不想打 我搞你什麼意思 我把你整個烏克蘭說 對我來說沒有意思 沒有好處 現在這個階段是什麼 是各國 把自己的籌碼 放在桌面 之後數一下自己有多少籌碼 再去對數 情況指什麼 你打完18圈 28圈 48圈之後 說不打了 我要臭小孩 對數 對數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在一個貴桶 拿一些籌碼出來去對 本節目是不希望大家去賭博的 沒有說贊助大家賭博 沒有支持賭博的 純粹是說的 那你計算的時候 你剩下兩個綠色 那你就是籌碼有限 烏克蘭的話 就剩下兩個綠色籌碼 俄羅斯怎樣 嘩 你整天兜不夠用 要兩個兜 都倒出來的時候 對 我有這麼多籌碼 趕數 你打算怎麼說 歐洲再看看 其實我也不比烏克蘭好多 不如這樣 我們之後的話 都要做合作的 是吧 不如就 減些籌碼 好嗎 減籌碼 這個就是談判了 怎樣才可以減籌碼 就是要不斷 將你自己本身想做的事 說對面的 俄羅斯想打嗎 其實想打就放馬過來 但其實心育中 我也不想打 夠的 溫水港我有了 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多壞 是不是 我不打的了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出來 為什麼要說 哎呀 俄羅斯將會打回來 就是要令到俄羅斯手上的籌碼 和他自己手上拿著的不同 給全世界感覺到 就是俄羅斯的營業 非常恐怖的地方 從而令到人不想和他做生意 但反過來 普京怎麼會理你這麼多事情 你能阻礙我嗎 全世界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阻礙他嗎 歐洲和美國 你說這麼多事情 說打過來 我又不相信 但我趕你打 年頭還在嘴炮當中 當真的發生了俄羅斯衝突之後 美國和歐洲 不是垃圾 在這個情況下 誰想快點完 其實正正就是歐洲 歐洲為什麼要說這麼多假的文宣 就是因為要令到大家籌碼自己手上的籌碼更多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整個情況是剩下一個扎連司機 以掉牙籤的方式 繼續嘗試公通俄羅斯 但俄羅斯三分一兵力都未出現的情況下 如果真的動真格的話 你想想烏克蘭會怎樣 整個歐洲會怎樣 歐洲都不會讓你這樣做 美國 我從頭到尾都是站在旁邊 一直都是這樣 口數而已 什麼三十億軍備 我趕了 你記得要橫鍋 大家看到這裡就會明白到 其實所有事情 唉 差不多完結了 冬天 歐洲人會暖氣 真的會死很多人 不夠膽再玩下去了 所以 落幕了 大家不用太擔心什麼 再者 看新聞要看深入一點 不要傳媒趕就信 我們要多嘗試一下 做一些真相的工作 要看清楚什麼叫真相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多看一些正常人的KOL所說的 看一些正常人的報章 再不是的 最簡單 繼續看一對論進香港就可以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 最重要是什麼 幫幫忙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讓更多人都好像你一樣 和家外一起看時事 往國際 論進香港 各位 稍後再見 拜拜 請訂閱